Hello 大家,欢迎来到小明的频道,我是小明 在我的频道里呢,我会分享一些生活、美妆、护肤一类的视频 如果大家喜欢看这系列的视频呢,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Also, if you speak English, I also have an English channel named Miss Ming Lifestyle In my English channel, I also have a larger variety of videos 所以呢,记得大家要去check out我的英文频道 Named Miss Ming Lifestyle 在今天这个视频里呢,我想给大家做一期近期的爱用品 有了月呢,我就觉得一直都用之前就是有的,然后就没有录 所以今天的这个爱用品分享呢,其实是3月和4月 就是春季的这么一个爱用品分享 希望呢,大家能够喜欢这一期的视频 好,我们开始吧 首先呢,在我讲就是护肤啊,美妆啊之类的产品之前呢 我先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个我近期非常喜欢的一个东西 这个不是sponsor哦,food saver 然后呢,我之前就会觉得就是我用不到这样的东西 然后后来我们就是拿到之后发现,我们每天都在用 这个food saver呢,非常好用,它有两个,主要是两个功能 第一个功能呢,就是它可以seal,可以封住你的口 就是你如果有什么薯片啊,什么那种大包装的东西 你可以用它去封口 所以呢,就是你吃今天吃完,你可以封一下,明天打开 然后后天再封一下 所以呢,就是非常的方便,就不会担心就是薯片打开了之后 就没有办法保存之类的 第二个功能呢,就是vacuum,就是抽真空的功能 就比如说如果大家买了一堆肉,然后可以就是用它自己跟的那种袋子 呃,我们觉得好像一定要用它自己带的那个袋子 然后可以把肉放在进去,然后抽真空保存 这样的话呢,薯片可以就是待的时间更长 然后我们用了一个星期多了吧 呃,我觉得真的很好用 所以我觉得就是想分享给大家 就是如果大家最近囤货囤多啦 比如说像我们啊,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这个food saver OK,好,现在我们呢就开始 谈论美妆和护肤的爱用品 我都把它放在这个袋子里了 应该就是我们家就是楼下的阳光在下午比较好 所以呢,我就没有在我们家的那个filming room来给大家录视频 我们就开始吧,第一个的就是近期爱用品 也不是近期爱用品,就是我从1月份开始 不对,我从12月份就开始用了 这个就是那个makeup eraser的这个卸妆巾这个牌子 这个之前Sephora打折的时候好像也有一个套组 这个真的很好用 它可以卸掉我所有的化妆品 except for waterproof mascara 就是如果你用了防水的就是睫毛膏牌 千万千万不要用这个 使劲地去揉我的眼睛 第一个特别容易长皱纹 第二个就是你这么揉 你还是没有说卸掉你那个睫毛 所以如果卸睫毛的话 还是要用就是卸妆油而卸妆膏 但是这个就是如果你卸一般的底妆 像我今天就没有涂任何的睫毛膏 为什么呢,因为我懒 所以呢,我就会带这个毛巾去我的洗澡间 然后把它用温水 其实是热水,然后就是这样擦 就真的可以擦干净 这个我是做过实验的 就是我用它擦完之后 我就用卸妆巾去擦 有发现卸妆镜上什么美妆底妆都没有 所以呢,这个确实很好用 确实推荐一下啊 这个呢,是 这个是我在Costco买的 它是Boshea Jumbo Cactus Water Moisturizer 它是一种折离的质地 是这种就是仙人掌 仙人掌褶褶 我觉得这个是还蛮补水的 而且它就是还挺锁水的 是一种特别不油的这种清爽的褶褶的这种质地 我每次呢,洗完脸呢 就是先会用一层它 然后再用一层我平时很喜欢的那个 Aloe Go的那个Moisturizer 在封住我的水分 所以这个相当于就是我的第一层宝石的这个 这个 这个 Moisturizer吧 这个呢,就是 一大罐Costco卖的可能比较便宜 就是30刀左右 然后呢 但是它其实这个包装有点雷 就是 里面看这个包装是那种就是凹型的 所以呢,其实 量没有想象的那么足 但是总体来说呢 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好用的 特别适合就是混油啊 痘痘剂啊 就是不容易值得 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是一个新入的产品 这个是4月的爱用品 呃,这个的开箱呢 我在我的英文频道呢 会赶紧发出来 这个是两个星期前做的一个开箱和first impression 然后之后呢 我有用在早上的时候去尝试这个产品 当时呢,我入了两款cleanser 哦,这个还忘记了给大家说这个的牌子 实在是太不专业了 这个的牌子是Cora Organics 他们家的产品呢是主打Clean Organic Cruity Free的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line 他们家的产品呢也有进驻Sephora 但是Sephora并没有卖很多产品 这个是我在官网买的 当时他打折扣很,非常的狠 所以就买了一堆 这个是Cora Organics Gentle Cleanser Gentle Cleanser是那种就是敏感肌的洁面 这个真的非常的Gentle 而且它真的可以洗干净 我觉得是我目前用过的最好用的Gentle Cleanser 它就是那种Creme质地的 不会起泡泡 然后他们家还有一种就是Foaming Cleanser 就是起泡的那款洁面 那一款洁面呢我刚试了一次 所以呢就是还没有说就是真的去感受它好不好用 这款洁面呢我是在每天的早上或者是中午的 就是运动之后去洗脸 就是比如说我运动的时候出汗出油啊 我会用它去洗脸 感觉呢就不会刺激我的皮肤 所以呢这款产品呢给大家推荐一下 当时我买呢是它特价 因为当时呢我买的时候这个产品是 它的保质期只有三四个月就要过期了 我当时基本上是两只我买到首的 所以非常的非常的推荐 其实大家真的可以试一下 他们家同一个品牌呢我还买了很多Moisturizer 我目前呢试了两款 一个是Hydrating一个是Purifying 我更喜欢用Purifying 但是呢Hydrating这款也很好用 就是我会用它去抹脖子 然后Purifying去抹脸 而且呢这款的洁面 我忘记说了这款的洁面有一个好处是没有香精 就我用它的时候没有味道 然后洗到眼睛里也不会刺激 这个呢 Moisturizer呢我觉得是有一点点香味的 就有一点就是精油的香味 但是呢非常非常的赞 所以就是我觉得对于我来说 就是在眼周没有起到刺激 但是这款洁面我觉得绝对是非常的 就是敏感及时用非常推荐 是四月份的爱用 我拿到手大概有两周了 就是我已经用了它两周了 我觉得真的还挺好用的 所以给大家推荐 这个是Elemis的Superfood Hydrating Gel 这个呢我觉得是非常像 呃倩碧的水瓷场面霜啊 非常像那个Cactus 那个Boshea的仙人掌 那个Jelly Moisturizer 就是它们的质地都非常的像 这个是我在Boxy Charm里面拿到的 然后到从拿到开始就非常的兴奋 然后用到现在 这个呢里面是有香精的 所以如果你对香精就是敏感的话呢 你可能不会喜欢 但是这个味道真的超级好闻 而且就是它是那种 真的非常特别水润的这种感觉 可以给大家试一下 但其实我有点舍不得 是这种感觉 这种褶力质地的 而且就是真的感觉是那种 非常的补水 然后它而且呢 就用完了之后 我会觉得就是 它有一层就是 可以把水分锁住的那种感觉 所以呢我觉得目前来说 这款对于补水来说 我觉得确实还挺好用的 所以而且使用感受非常好 接下来呢是两款面膜 第一个呢是 就是最近很喜欢的一款 睡眠面膜 这一款睡眠面膜呢 特别像蓝芝的那个蓝色的那一款 褶力状的睡眠面膜 这个是Dr. Branded的 Hydrobiotic Recovery Slipping Mask 是一款睡眠面膜 它也是这种褶力的 快用完了 其实这款产品呢 就是也有一点像褶力 它是属于那种 就是非常非常非常的 补水的那种感觉 然后用到脸上呢 就是感觉非常light weighted 非常的轻的感觉 然后呢就是那种 补水但是又不油 就我觉得可以完全当面霜 可以用的那种感觉 它最后呢用完了之后呢 会在脸上形成一种 特别特别薄的膜 就是完全不会感受到 但是你会觉得就是它在锁住你脸上的水分 所以呢这一款呢我觉得很好 特别适合油皮 另一款呢我觉得以前好像在我的视频里讲过 这一瓶其实已经空瓶了 也是Elemis的Superfoods的一个产品 这个是Superfood Vita Veggie Mask 是他们家的一款面膜 这款面膜是我觉得我用过的面膜 目前来说最好用的一款 我觉得它的使用感受非常像 以前在国内用那种SPA 它每次做完脸给我上的那层面膜 感觉非常像 而且这个呢非常适合油皮 也非常适合干皮 它不会说让你的脸非常滋润 也不会说去拔干 然后我觉得有的时候痘痘泛红啊 痘印啊它会有一种提亮的作用 而且有一种calming的作用 我真的非常喜欢这个 接下来最后的两款护肤品呢 就是网红产品 到底好不好用呢 这个是Brazilian Bon Bon Cream和Brazilian Cocoa Cabana Cream 这个是我在斯福兰的4月生日礼物 所以Sephora号的时候 我有就是拍完 就是给大家发 然后这个呢 就是我刚刚用了一个星期 就是没有说用很久很久这个样子 但是我目前来说 我对他们家产品的感受 目前来说还是很好的 就是one week一个星期 为什么我还挺喜欢这个产品的呢 就是他们家的产品 就是a little bit goes long way 就是一点点的产品 就可以用很 就是可以涂很大的一块区域 就比如说我每次只用这么一点点涂到胳膊 我就一直可以慢慢的推开 推到我的小臂 推到我的手 然后推到我的肩膀 用完了之后身上真的会有一种非常非常滋润的感觉 就是感觉非常的舒服 里面呢我比较喜欢这个椰子味的 然后我老公也非常喜欢这个椰子味的 但是网上呢 大家对这个Brazilian Bon Bon Cream的评价比较好 这个呢就是 大家看一下 他们俩的就是质地是不一样的 大家可以看 这个Bon Bon Cream我已经用了一个大凹槽了 就是这个呢 我觉得这个Bon Bon Cream呢 是比这个椰子的更滋润 我觉得椰子呢 反而来说可能会更比较补水 来看一下这个 椰子我觉得更比较就是补水的感觉 所以呢我本身更喜欢椰子 但是我不知道我对椰子的喜爱 是因为我更喜欢这个味道 还是真的它比另外一款 就是感觉要更好 如果大家也有用过就是这两款的话呢 就希望大家能够在评论栏告诉我们 你们觉得哪个比较好用呢 我觉得如果你的皮肤非常敏感 就是对香精非常敏感的话 我不推荐 因为他们的味道超级浓 就是你把它打开 就是你在屋子 另一个屋子你都可以闻到这个味道 所以尤其是这个Bon Bon Cream超级浓 这个椰子呢反而更清新一点 好 化妆来说呢 我就是一阵一阵的 有的时候我就觉得想pull together 然后去化妆 有的时候呢我就会觉得非常的reluctant 非常的 我就觉得没有意义啊 非常懒啊 化妆品呢 就是我的喜爱呢 也是就是三月份的时候 就那个时候我还去上班的时候 我最爱的化妆品 其实并没有很多 第一个呢就是我想给大家讲 就是这一盘NARS 这个是我在Alta买的 当时是一个限量 所以现在已经没有买了 但是我觉得NARS如果在Alta 或者是出限量的盘的时候 有一些NARS的盘真的很好用 NARS呢总体给我的感觉 就是那种很低调 但是又是那种很持久的爱 就是你刚买的时候 不会觉得哇好美啊 好美啊 但是呢就感觉过了几个月 过了几年 就是你还会去想它 你还会去用它 而且每一次用它 都会很可靠很安心的感觉 这个是NARS的那个 Make up your mind的那一盘 当时我在Alta是打折买的 当时这一盘买的特别值 可能才30多块钱吧 然后这个里面呢 是有三块腮红 一块Bronzer 那个Laguna 很有名的 然后三块腮红呢 是有Orgasm Dulce Vita 还有那个Luster 其中那个Orgasm和Dulce Vita 这两款呢都非常的有名 然后呢它有就是两六眼影盘色 就是八个眼影色 这一盘呢就是 哇塞 就是我二月份和三月份上班的时候 无限 无限的就是每天基本上都会去抓这一盘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眼影盘的粉质非常好 而且非常的持久 而且颜色又非常的日常 这些颜色呢其实并没有说 哇好美啊 就基本上你用它化妆 不会有人说哇你今天的眼妆好美啊 但是就是你从早上化了妆 到晚上再去看你的眼睛 是一样的 就是那种很安心的感觉 而且呢就是用这一盘呢 就感觉非常的日常 所以呢我觉得如果大家就是很想 用这种就是上班族 比较适合这种低调的妆容 而且有比较可靠的妆容呢 我还是很推荐NARS家的东西 近期只要我涂腮红 一定会用这一个 我觉得这个是我目前为止最爱的腮红 这个是 这个品牌是Ciate London 这个也是我在Boxy Charm里面拿到的 然后我已经用了它一段时间 大家看 这个的色号是Dusk 如果大家就只看就是这一盘 有没有感觉这个非常像 Hourglass家的五花肉呢 我真的觉得非常像 当然我没有五花肉啊 因为我觉得太贵了 有一点点相似 都是那种就是有一层光泽的那种 淡淡的光泽的这种感觉 而且这个Dusk的颜色非常好 是那种粉色 但又没有说很切的那种粉 有点就是像Berry这一样的 就是眉粉色 我觉得非常适合就是我的皮肤 我的皮肤呢就是属于那种 晒的非常碳的那种皮肤 就是没有说特别黑 但是你会看出来就是我的 Ten 我感觉 但是用了这个呢 因为它上面有一层 就是稍微微微的金色的光泽 我就觉得非常的好看 接下来呢 就是我最近很喜欢的两款唇部产品 就是我基本上每天不是用这个 就是用这个 第一个呢是Nurse家的这个 算Lip Gloss吧 这个呢就是我一般录视频会去用它 因为它是一种Lip Gloss 它的色号是Chelsea Girls Chelsea Girls 那是有一定的颜色的 它是有一定的饱和度的 大家可以看 所以呢每次用上它呢 就感觉唇色非常健康 感觉就是涂了唇膏啊 又没涂了感觉 然后是上面是有一层Lip Gloss 会比较就是闪闪的感觉 非常的喜欢这种 就是Nude的粉色的这种感觉 记得这个色号是Chelsea Girls 我之前在黑五打折买了 这个呢其实后来我发现还挺贵的 但是我打折的时候是 五折之后又打了一个七折吧 我记得 这个是Pamagrass家的这个唇部产品 哇我自从用了这个唇膏以后呢 我就非常的中折 Pamagrass家的唇部产品 因为它的formula真的质地非常好 这个是他们家的不是哑光的那一套 是那个就是比较滋润的那一款 这个的色号是405 Realness 色号405 Realness Pamagrass的唇膏的口红的包装 真的都很美啊 这个其实我已经用了很久了 这个从上班的时候我就很喜欢用 然后后来呢我录视频的时候呢 我也觉得这一款就是配什么样的妆容都很好看 是一种就是偏豆沙色的这种感觉 就是涂在嘴唇上呢 就感觉就是很自然很成熟很大气 而且就是感觉配很多的妆容都可以 我觉得还不错 然后这个是滋润挂的 就是说涂完了嘴唇不会变干 它虽然不是哑光 但是也不会说真的就是特别闪的那种 高光呢我不是每天都会用的 但是呢我就是每次就是用高光拍视频的时候呢 我最近很喜欢的一个就是Nicks家的这个高光盘 是Love You So Moji Love You So Moji 这里面有三个颜色 第一个呢是这种就是发紫掉的这种高光 第二个是这种金色 第三个就是像这种champagne 香槟金色 香槟玫瑰金的这种颜色 这一盘我觉得超级好用 因为呢它三个颜色呢可以搭配不同样的妆容 像比较鲜的可以用这个 比较小麦可以用这个 比较自然挂的可以用这个 然后这个价格还比较划算 所以呢就是非常推荐这个 我觉得没有必要在高光上花太多的钱 因为它只是一个高光而已 就是大部分人是看不出来的 接下来呢是一个primer的产品 这个是Benefit贝林飞的Pore Fational Primer 这款primer呢就是我也是刚刚用了差不多一个星期吧 我拥有这个primer已经有两个星期了 但是我不是每天都化妆 所以呢我只用了一个星期 但是目前为止呢我没有觉得它知道 就是它并没有知道 我用很多primer都会感觉止痘 但是这款没有 所以呢我觉得还蛮好用的 这款呢就是 它是那种就是收缩毛孔的 掩盖毛孔的primer 而且有一定的均匀肤色的效果 就是它有一定的颜色 大家看到了吗 不是那种就是hydrating primer 这个是用来就是遮毛孔的 就是掩盖毛孔的 我觉得呢其实真的还挺好用的 每次用完它呢 让我的皮肤呢就会变得更平淡 肤色比较均匀 而且就感觉更光滑 就是更上底妆更方便这样子 接下来呢给大家推荐就是一套刷子 这个呢我也是在boxycharm里面拿到 最一开始我就觉得它的包装就是也没有很吸引我啊什么的 但是后来我越用越觉得他们家的就是一些眼部类的刷子 还有脸部类刷子非常好用 因为它非常的软 这个毛毛非常软 这个是moda studio的刷子 如果大家可以如果大家看到他们打着呢 其实我觉得是值得入一下的 我觉得最一开始我很喜欢用ecosmetics的刷子 后来我发现这套刷子反而比ecosmetics家的更软 他们家的眼部刷子呢我觉得抓粉其实还可以 而且在脸上呢也是很舒服的一个感觉 所以呢就是推荐一下 我的一个眼下遮瑕呢非常喜欢用的就是 Too Faced Born This Way Concealer 他们家的Born This Way Concealer遮瑕呢有两款 第一款是Radiance就是我手里拿的 第二个呢就是Sculpting 就是今天没有放在爱用品里面 那个Sculpting Concealer呢真的是完全遮瑕 这个呢非常适合眼下遮瑕 最近呢我已经30岁了 然后年纪变大了 然后呢眼下呢就开始有一点点的细纹 如果用那种遮瑕力非常高的遮瑕呢 在眼下会卡粉 因为会变干 所以呢这种Radiance Concealer呢 虽然它的遮瑕度没有那么高 但是呢在眼下就非常自然 而且一点都不会说去显细纹啊拔干这种感觉 所以呢我很喜欢这一款 虽然它不是新品 但是我万年的最爱 最后呢我想给大家就是推荐一款Maybee 这个我推荐它的原因呢不是说它有多么多么的好用 而是它非常的便宜 而且呢还很好用 这个是Etude House家的Maybee 这个我在Amazon买的才五刀吧 然后我感觉画起来就是很好用 就非常好画 所以而且呢我觉得像这种韩国的牌子的颜色非常适合亚洲人 所以呢我给大家推荐一下 不是因为它比其他的眉笔好用 而是它比其他的眉笔便宜 但是它还好用 所以呢推荐一下 好的以上呢就是这一次的爱用品 就是三月四月一个就是合起来的爱用品 希望大家喜欢这一期的视频 如果大家最近有什么特别喜欢爱用的推荐的呢 也希望在评论栏能够告诉我们 所以大家在一起合理的种草和拔草 最近呢我买了很多东西 所以呢我的荷包其实有点伤心 希望五月份我能赶紧的控制好自己 而且呢最近就是也有很多不确定的事情 而且家里也有很多不高兴不开心的事情 也有很多就是担心和压力吧 所以呢希望就是五月份 一切能够慢慢的就是情势能够慢慢的变好 也希望呢大家能够在这一段期间内 能够平安健康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 希望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给这个视频点一个赞 for the YouTube algorithm and also if you speak English I also have an English channel named Miss Me Lifestyle so also check out my English channel Miss Me Lifestyle Alright that's it for today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 我们下一期再见 Bye